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宁 我现在在山西运城,在我的老家 我后天就要出发了 去河南南洋 然后我妈说是让我过来 让我跟她一起过来 然后到这里原来是我妈要取钱给我 我妈说我现在赚钱还钱太辛苦了 感觉就看着我这个月压力特别大 然后她拿钱给我 一块的钱 十一块的钱 十一块的钱 十一块钱利润 利润 我妈放你洗澡水 刚才我妈说 除了她给我卡上转的那一万块钱 然后还有五千块钱给我转微信 妈 这是您的私房钱吗 你不是一回忧乐于是给她的钱吗 生活费的我花了我摘花了 一家一家摘花钱 我妈的意思是说我以前 就是我之前给她的生活费 她舍不得花 她一点一点攒的钱 然后一共攒了有一万八 她自己身上留三千 生活费 然后给我转一万五 没事 有压力倒不要紧 就是好好赚钱 好好还债 然后让家里人生活好一点 生意上的这个起起伏伏 导致人生的这个起起落落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大家不要 就是说是遇到这种低谷的时候 也不要不要太紧张 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才能够更好的起来 说保持乐观的心态 这个话真的是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难 我都是现在要出发了 情绪好很多 所以呢就心态好很多 在前几天我是 向我的两个好朋友倾诉过 我说我真的太焦虑了 一直因为口罩的问题 然后一直解封不了 然后一直回不到新疆 我就焦虑到晚上睡不着 焦虑到繁卫 我的朋友们安慰我 然后他们说焦虑啊 真的解决不了问题啊 好好的去想一想 未来该怎么办 总比好过一天那么焦虑 要反省要反思 然后希望有个好的开始吧 然后明天 明天要给小麦缝被子 然后再给我妈把头发染一下 在出发之前 把这些事情 全部都一个一个的给她做好 跟着我 我是阿宁 永床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 拜拜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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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